我每次回来 我女儿都说 刚回来就发现妈妈变了 说对她特别温和 因为其实教育 你不管是什么理论吧 总要你对孩子要好一点 要更有耐心 但是过了 妈妈总是说 什么都行 你爱干嘛干嘛 过两个星期 又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没有 我学到有一 其实我之前看过 有一个那个Montessori 就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 Montessori 对 就是有很多这个Montessori 她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 叫做 她说孩子是成人的祖先 我后来是最近是 在日本一个幼儿园门口 看他们就贴在那 我还又警醒了一下 确实这样 就你看小孩子是你的孩子 对不对 他为什么是你祖先呢 就是两个意思 一个是你曾经是那个样子的 就是那是你的过去 还有一个 他刚生下来 其实他携带了好多 我们过去的很多记忆 就是不光是你了 就是人类的好多 祖先的这种天然的东西 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待孩子 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孩子 你有对他随意的支配权 而是要记得 他其实是你的祖先 那你看到他要叫爹 是啊 我跟你说 现在很多孩子 就是父母的祖宗 那真没错 对 没错 小祖宗 你觉得他们教育孩子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也 我就是 我觉得是好的教育 大多相似 坏的教育 各有各的不同 其实我倒觉得有一点 就是说 他们会把孩子 给孩子更多的自由 比如说有一个 有就有一个爸爸 我在芬兰 我采访到一个爸爸 他就是全国排名 他说收入 他们有排行榜 特别因为很透明 大概是就两 全国排二三百名 那很富有了吧 他的孩子要去打工 他要买双球鞋 都要去打工 他说我叫他打工 不是让他要赚这个钱 而是说 你看他去麦当劳 去这个星巴格去打工 回来以后 我要听他说什么 比如他会有很多抱怨 哎呀这个老板真傻 他雇的什么人啊 他说OK 那你如果是那个老板 你怎么做 他就说关键是 他要开始思考 他会思考说 那我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是很重要的 哦 不过最近我是也是 跟乙军没法跟着你 去欧洲了 我就看一些那个 国外的著名的教子的 这个经验啊 当然咱们一看 就看洛克菲勒了 好家伙 就是摩根 哎 你都学习高妈们的 教孩子方法 因为我一直在苦恼 为什么我不会理财 对吧 而且最近很多这个年轻人 也是说啊 跟父母之间呢 其实就是有个啊 还要靠父母供养啊 就是工作了 什么还要靠父母供养 啃老子 对啃老 现在也是一种现象啊 所以呢 哎 我就发现啊 这个 这个这个洛克菲勒 咱不 咱先说香港的 李嘉诚 著名的故事 是吧 八九岁的时候 李泽聚李泽凯 就搬着小板凳 参加他爸的董事会 好像我这 然后说什么 李泽凯从小当球童 高尔夫球场上 背着打皮带 跑来跑去 零用钱自己挣 后来我发现呢 哎 洛克菲勒 更狠 就洛克菲勒 他是几个孩子啊 老二是当过副总统吧 纳尔逊啊 什么的啊 说洛克菲勒就是啊 根据年龄不同 不同给这个零花钱 这个岁数大一点 可以稍多一点 而且记账 每个人 每个孩子 你这点零花钱 其实就是几毛钱 我看 就是支出 如果都合理到位 奖励 他拿公司的这个管理 他这孩子 以至于 把他这个孩子 积极性都能管理 我觉得都不可思议 就是说 孩子鼓励 抢着干家务活 逮一百个苍蝇 对吧 他们家有那么多 就挣一毛钱 抓一只耗子 挣五分钱 还那么瞧 那不是咱们想的 那么美好 看来 没错 后来说老二和老三 主动抢活干 我一看抢着干什么活 什么剁柴 拔草 就在哪住 我说这洛克菲勒 过的是农民的生活 而且说十一二岁的时候 老二老三就能想到 咱们可以一块养兔子 卖给那个 做实验的医学研究所 你看他至少 他从小就把经商 这种 但是说是这么说 我很难相信 你让你的孩子 我现在还没有 他们还小 但是我最近还访问了 一个中国的孩子 八岁 我觉得中国父母 得比他们再加一条更厉害 什么呢 我问他 我说这个小孩 我说你现在 你有什么 你在忙什么 他说一脸就是很正经 一脸这个同志 加上这个严肃 我的心愿吧 就是要多挣钱 扫地五块钱 洗碗十块钱 我最近的愿望 就是要多挣钱 你挣了钱干嘛 给爸爸妈妈买礼物 就说从父母那儿 好容易挣了那么点钱 还要加上一个孝道 他父母 我觉得太厉害 还要返回去 给父母买东西 你知道吗 我说你父母太厉害了 没有通常这样做法 不管是什么李嘉诚 洛什么什么乐 还有摩根 我告诉你 通常这样训练小孩 因为刚刚都讲到钱 用钱来计算 通常要嘛 就是那个家庭 应该是很有钱 像李嘉诚 为什么要这样训练 两个儿子 他知道以后 我几百一都是他们继承的 我要去培训他们能力 什么有钱人都是这样 要嘛 人家那个什么巴菲特 或者比尔盖茨之类的 小时候去麦当劳打工 是因为我将来的几百亿 不给你继承 也有这种的 对 那另外一个极端 通常是因为家里穷 就知道说你要赚钱 因为要脱贫 要离开 因为别忘记 父母亲有不同的状态 像我很多中产的朋友 搞艺术的文化的等等 他们注重的不是这样 注重当然也会叫他们去赚钱 注重到最后是说你要发挥自己的才能 可是你那个才能不一定在于管钱 比方说音乐 还有不断的找寻小孩有才能的地方 有talent的地方 其实我说一个很简单的大实话 我自己后来觉得很认同 就是也是听他们儿童心理学家说的 就是你看咱们李梅锦老师就说 他到底一定年龄 讲道理没有用 不要讲道理 可是实际上有一个很可悲的 也不是叫很可悲 很残酷的现实 就是他是你的版 你想他成为什么人 那么你就想想你自己是什么人 不容易 那时代不一样 这种大家都是说 身教 身教我们都懂 不言行不言之教 以前比方说我们喜欢做讲座 叫人家父母亲如何培养小孩读书 我们都懂 说你父母亲要读书 甚至说你要杂装读书 可是现在比较麻烦 就是说有了网络世界 网络世界人在成长过程里面说 我感觉说父母亲所能控制 所能影响的那一个部分 越来越困难 但是你即便不是讲这个教 你们到这个岁数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你越来在你身上 越发现你父亲 闻到你觉得你的行程 跟你的父亲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小时候并不是跟父母住 对不对 我小时候是跟我外公外婆住 尤其是我外公 那时候我从整个小学阶段 都跟我外公住 然后我初中就已经住在学校宿舍了 所以变得就是我比较不是那么受到 我们核心家庭的影响 他甚至可能还有一个遗传 你比如说这个嘉辉 我记得写过一个文章 就是说你的这个父亲 我才知道嘉辉他父亲是香港一家有名报纸的总编 对 是的 你才知道 马老总 所以这个你会写东西肯定是有影响 你真是越活越不出血了 那当然是有影响 假如你问我对于父亲什么感觉 我老海一定是一张照片的 好像2046或是花样莲华的梁朝伟 梁朝伟一样 坐在报社里面 一张办公桌 一个灯 拿放着稿纸 然后写 一边抽着一边 那个影像 因为我小时候见过我父亲 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告诉我说 让我感觉到笔是温暖的 纸是温暖的 那写作是美好的 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原来他在写马金 我当记者 整来彩票是吗 没有因为他 他父亲那份报纸是以马金文名的 报纸有专门的专版 就是那个马金 而且他穷啊 我们家穷啊 他当记者一天要写九个专栏 怎么评论 什么都要写啊 这样把一家子养大 所以除了告诉我说写作是好的 还有负责任 再怎么样都要准时交稿 所以我不是有个外号吗 叫稿神吗 我以为叫马准时 可是话说回来 当然我父亲年纪大了 老了 现在不写了 都在玩iPad 都在玩手机 而且比较有烦恼 前几天 原来我父亲学懂了 用那个通讯软件 WhatsApp 用那个船 我有一天突然收到他船来 我那种感觉 因为坦白讲父亲老了嘛 对不对 跟他吃饭又只有吃饭了 他也不太讲话 那可是呢 现在学了 他学了 懂得用那个跟我沟通 我一方面温暖了五秒钟 之后就烦死了 你呢 不断要回他 父亲问你问题 你不能不回 父亲说 昨天吃了什么 这让我回到我几岁 十多岁的时候 每天被父母亲来问候 来问那个 那所以 现在每天要花两个钟头 来回我父亲 种种的问候的讯息 可是有好处 也蛮感动的 再过了一天 发生了事情 他家电脑坏掉 我找一个年轻朋友 去他家 替他修 不用花我时间 然后我付钱给我朋友 然后我已经提醒我父亲 钱我来解决 他的酬劳我来解决 你不要付给他 我会懂得行情跟他算 结果后来 那个年轻朋友走了 就告诉我 马先生 你父亲已经给我钱了 你就不用付了 我就很生气 因为这搞乱 我们的安排 我知道说 我麻烦你两个钟头 我要付你多少钱 然后我就忍不住 说了我父亲了 也用WhatsApp 我嘴巴是不可能敢说 我父亲不好的话 就跟他讲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 提醒了你不要给他解 你怎么老不配合呢 然后他没回我 越没回我越生气 就再说了几句 比较重的话 然后过了二十分钟 他回我 我本来以为他会骂我 原来不是 他跟我还会写英文 Sorry 还会用那个表情 把我表情符号 学得进化了蛮快的 然后他说Sorry 下次不会 天哪 我看到那条讯息 我几乎想哭 这感觉是你小时候 不断跟他说的话 对不对 对 就是说这辈子 我就想 假如没有这个通讯软件 你不会听到你父亲 跟你这样说话 我父亲一辈子 不可能对 我的五十多了 对我一起说 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 说不出口 在那一刹那 我感觉父子的关系 倒过来了 这上小军军刚说 那是我小时候跟他说的话 对不起 我下回不会 当然 我小时候犯错事 他会打我 现在我不会打他 你讲这个 我听了都想哭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想起来 我妈妈中风了以后 就不能说话了 好几年 一直就不能说话 神志也不清了 那么有时候 我经常想起来 就是我们母子 这一辈子 最后的一句话 是什么 是在电话里 你知道吗 就是他中风 这个之前 我记得 我当时是参加一个活动 我在那个黄山附近 你知道 这个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就是你有时候 你总觉得 你想象着 跟自己的父母亲 假如有一天 他病了 或者怎么样 你们这个最后的时刻 最后的话 会是什么 那在我这儿的 就觉得就是 他也不知道要出事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就是 他这个 这个开始小中风 然后就在电话里 因为我当时说 我要不要回去 他就在电话里 我后来多少次啊 我经常想起来 我到医院 看我妈妈的时候 我经常想起来 我说这是我们母子一场啊 我最后听到 他说的这个一句话 哎呀 我经常想起那个声音 就是实际上是 是非常虚弱 但是那种虚弱呀 你又觉得说话好无力 好软 又好温柔那样 就这样 温涛啊 我没事 你不用回来了 我就觉得你说 这就是我这辈子 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就是我听到他 最后说的这个话呀 我就 所以你就讲你父亲 对我想哭了 我们抱他 我中哭了 不要拿父母开玩笑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父母亲的那个弱呀 你知道吗 你一天天强起来 非常明显 他们一天天弱下去 非常明显 所以一句你刚才讲 就是说 现在有些年轻人 把这个孝道啊 当成一个 好像也可以叛逆一下 其实根本不是这个 我现在觉得就是 我也见过一些个人 就说 说父母怎么怎么不好 但是我就讲一个 人之常情 有一个感觉就是 闻到你觉得 你能不能够宽慰我 就是我觉得父母 就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但是我这个里面 有一个愚昧 就是我老觉得 太多我享受的 他们享受不到 你比如说你去了欧洲 欧洲的风景多好啊 这名胜古迹 好像你去日本 你去吃到日料 这么好吃的东西 可是我妈妈已经走不动了 我爸爸要照顾她 我爸爸要 你就知道他们这辈子 永远不可能享受到 你享受的这个东西了 然后有时候你想起来 你说他们这辈子 值吗 但这个恐怕 这并不是 我坦白讲放大点看 这并不是一个家庭内的 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问题 这是两代人之间的问题 对 就是说你的父母 比如说你今天去到欧洲 看到什么好看的东西 到日本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你父母没有这个机会 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孝顺 或者你没有办法 在更年轻的时候 就带他们去 而是这一代人 可能就没办法 但是他们这一代人 也许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快乐 可能那个快乐 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 你有没有想过 假设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有下一代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 说不定也会见到 很多我们见不到的东西 也会得到我们 很多得不到 或者 这是命啊 反过来讲 我们的下一代 要接受一个 比我们严酷的多的世界 一个全球气温 升高两度的世界 海水要淹没 上升一米的世界 淡水每天 只能用六小时的世界 这说不定 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世界 那怎么办 那我们是不是 上对不起人 下也对不起人 我们最幸福是吗 我们最幸福 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上一代人的快乐 真的你不能用 我们现在的概念去理解 你说要吃好吃 要玩 我的观察 像我父母那一代 他们的幸福 就是为别人活着 就是说 他周围的人照顾好了 他就开心 我就觉得 像我妈妈 我就觉得他一辈子都是 因为他是老大 他有两个弟弟 就是弟弟过得好 就是父母过得好 然后到我 他觉得我快乐 他就 我说你到最后 我说妈妈 你有没有一天 是为你自己开心的 他真的说不出来 哪怕我今天问他 你直接问题说 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你说你想去哪里 你说你想吃什么 我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 他似乎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可是假如对父母亲来说 或许我比较烂情 对父母亲来说 小孩是你的骨肉 骨跟肉 所以他就是你 所以父母亲的开心 就是他看到你开心就开心 比方说你说你去吃什么 你爸妈没办法去 可是他知道你在外面游历 去在伦敦大吃大喝 在哪里看艺术馆 你开心 理论上真的是骨肉 他会开心 所以我是这样看 看父母亲 所以说假如只想着说 他有什么没享受到 接个拉个 那就难说 每个人要求的 期待的不一样 可是我看上一代人 我倒是痛心 他们经历过的苦难 因为以前毕竟比较穷 甚至一个小毛病 又没办法治疗 或者说治疗过程很困难 更别说战争 各种的天灾 我觉得他们所经历过的 是我心疼的 我不是心疼他们 享受不到我现在的 我是心疼他们经历过的 大环境的悲哀 我是这样看 自我安慰 不是记得以前有个 学佛的高僧大德 反正跟人家聊天 有人就问他 我母亲去世了 我很难过 一直解脱不开来 怎么解脱了 那句话 当然他是从佛学的 轮回英国来说的 他说 哪里要想人 这是缘分 缘起缘落 因为在佛教里面 有时候会有这种讲法 就为什么这一辈子 你们是个 父女母子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是个还债 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你可能上辈子 就你母亲 中国过去就有这种讲法 什么子女是债 什么无债不来 比如说欠了你什么东西 但有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刚才讲这种 就是一般想象中的 或者实际上 我们常常遭遇的 这种亲子关系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时候 父母 有些父母 并不是太知道 该怎么做父母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有的父母 并不是所有父母 都像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 我们经历的这么理想 有的父母的情况 是反过来的 是我见过不少这种 是觉得 是反过来 是儿子 孩子 女儿永远在欠他 他是恰恰相反 他是觉得 为什么好吃的都让这个女儿吃光了 所以我真见过 就为什么 凭什么他一天到晚 游山玩水 为什么我不能去 然后是有这种的 然后跟着 比如说像最有名的 我们香港演艺界一个新妈 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对不对 就觉得这个孩子 他挣多少钱都该归他 他死了之后 那个钱也都要想办法 继续给他去挣 就是有这种的 那么这是一种例外了 当然 但是我想说 有的不会做父母 这件事情是个问题 我们总以为 父母跟亲子的这个关系 是很天然的 这种爱是很天生的 是的 可是这也有方法的问题 这并不是表示 你生了个孩子 你就马上懂得怎么样当人父母 太对了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怎么理解 父母和子女之间 这种这个依附关系 你到底怎么去理解他 他生来 像你们说的 他生来并不是你的 还有呢 你就是跟他之间 你们过一辈子 这种要有多紧密和多疏远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我最感激 我父母的是什么呢 他们对我说的事情 是两个字 叫忍着 就是我在上海读 我在上海念完高中 我要去北京读大学 我填的全是北京志愿 他们忍着 我当时全校唯一一个 要去外地的 好了 念完书 因为上海人不愿意出来 你知道 然后读完书 我要留在北京工作 忍着 我知道他们很不开心 好了 就是工作后来还要去中东啊 什么这样那样 当然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后来知道了 我觉得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不会强令我 你不要这样做 我真的有同学当时说好 我们一起要去北京念书什么 但是家里就是不会同意的 他们一辈子就是 对我很多事情是忍着 我后来看到有一个动画 有一个就是手绘的书 后来变成那个动画电影的 叫我在一郎长大 里面有个很急端的日子 就是他有个例子是这样 他讲了很多大历史当中的家庭关系嘛 那个女主人公 当时呢 他和一个革命青年 他们两个就算闪婚 后来又闪离嘛 他就说闪离的时候 他很伤心啊 然后他的爸爸就来跟他说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俩是不配的 你跟这人是不会幸福的 他说爸爸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爸爸说 这个事情都要你自己去体会的 都能忍到忍着忍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都做不到 说我女儿如果找一个人 我很不喜欢 我能不能忍住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 他爸爸就说 那个时候我劝你 你也不会回头的 就连吃苦这种事情 都要他自己去领悟 你就知道 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已经学会就是说 带入到一个人的这个思维 我有的时候就是 带我父母去感受啊 我自己觉得就是 哎呦好 他怎么能忍住你 是吗 好糟心 你不是 你从小啊 这个家里又穷 养一养一养 养撒孩子 有点好吃的 全塞孩子这个嘴里 你像你比如说 而且你想 我能想到的就是苦 他一定有快乐啊 但是你比如说 今天这个还生个孩子 好家伙 很不能几个保姆 这个陪着 那家后来我记得 我妈妈就跟我说 我妈妈那个这个 这个生这个孩子 还在上班啊 就觉得这个胎动啊 要要生孩子啊 自个连我爸爸都没 告诉医生 也那时候也没手机啊 自个就跑到医院 然后那个妇产科医院 一看就说 还没到生呢 就你的医院门口等着去 就坐台阶上 说一个孕妇 等了十几个小时啊 最后觉得不行了不行了 赶快往里跑 生下来 生下来没几天 又得上班啊 上班 然后他就说啊 他就是要不要不 我妈就说 你能干上这一行啊 可能小时候 也是有这个训练 就是说 没有什么幼儿园保姆的 父母八小时都在上班 就拿一堆枕头 把我堆在床中间啊 你想上午四小时 下午四小时 就是还在吃奶的 我就那样 我妈就说 一到中午下班啊 这往家里这个跑啊 快跑到家 一百米的时候 就听见了哭声 这跟你现在工作 有什么关系 他就我这个声音啊 嘹亮啊 而且我就说 咱一下下跨越很多年 就是然后发愁 这孩子考大学 考不上 考上了大学呢 心里嘛 想让你分回石家庄工作 给你在石家庄找工作 结果呢 孩子要去广东 所以你想这个父母 在将来就长大了 比如说你女儿吧 他看你找个老公 或者儿子呢 看你找个女朋友 什么的 我跟你说 这老两口肯定背后 不怎么样 怎么找了一个这样 你其实替他想想 对 他不是正确的 可是你说 真是挺反 就是 好苦恼啊 就操了一辈子心 这种 你说经历多少苦啊 你反过来呢 我现在对我父母 也是忍着 你不觉不觉得 父母有时候 他们年纪大了以后 他们便会像小孩一样 就有些事情啊 说的有些话 很多 我说 我都不能 看我不能像管教孩子一样 去说任何事嘛 所以现在是轮到我忍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 有时候你是 有一个心理学家说 其实你一辈子 要面对的是你 父母亲的小孩那个部分 因为有一派的心理学 就说人格嘛 基本上有成人的部分 有小孩的部分 你父母也是人啊 也有他小孩的部分 而其实他不仅是到老了 越来越像小孩 别忘记啊 他成长过程里面 他曾经是小孩 所以文韬刚说 你会带怒你父母的想象 如何吃苦啊 养大你们 你再往前想象一步 想象你父母亲 小时候是怎么样被教养出来的 可能你就更了解 你父母亲后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比方说我父亲很不幸 他十五岁十老八 十六岁十老妈 就变成孤儿 真的 嘉辉的父亲 好像从小父母双亡 不是 十五六吧 十五六还不知道 小嘛 很小嘛 父母双亡 没车没房 那后面才是重点 那就一个人就去打工吧 所以才有我后来说要写稿 写马平什么都写 然后他小时候 是父亲很严厉的管教他 而母亲是很宠他的 是等于是宠到厉害这样 他是在 然后突然死掉了 没人教他 没人照顾他 去的时候他赌钱 把家里的剩下的钱都输光了 被骗了 他是这样过来的 而我母亲那方面也是 外公很有钱 就是他父亲很有钱 后来就赌破产 然后之后家里乱七八糟 然后也是这样成长过来 然后我外婆据说蛮不负责任的 生了八九个小孩 就丢在家里 自己整根去打麻张 找朋友吃饭 他有他们小孩的那部分 那我记得我以前都是这样 我不是到现在 我父亲年纪一大了 我才感觉他越来越像小孩 以前跟父母亲讲矛盾的时候 我就会让自己去想 他们也受过他成长过程的苦 然后我就能够理解 所以我就比较能够 不是人能够体谅 你这个词说得好 体谅 比我这个高级多了 他是一种什么人生呢 就是你比如像咱们现在 就有了个人意识了 就是说你即便有了孩子 你也是会有很大一部分是你个人的事业 你个人的这个人生嘛 对吗 我再慢慢把那部分磨掉 你像我们父母的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长期习惯于奉献给孩子 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悲哀 就是他把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了孩子身上 你知道这个到老年呢 比较这个头脑有些昏昏的这个时候啊 我就比如我想起 所以其实孩子应该给父母找话说 你儿子这方面做的就不如女儿好 我就发现真是 咱也确实不知道跟父母说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我后来想起来 你看我妈妈跟我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的生活对她太陌生了 到最后你知道就是那种 像是哺乳动物啊 那种眼光 但是你比如说我在回家 他其实我已经很多年不回家了 那么都在外面工作 他实际对这个儿子 他是很陌生了 你比如说他可能跟天天在 他没看圆桌是吧 看圆桌他也看着像是另一个人 我觉得我在他眼中 跟我哥哥和弟弟不太一样